盘点明星夫妻的《相处之道》 在发布会上 郑凯妻子淼淼公开表示支持 就是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 做你坚强的后代 加油 郑凯眼和泪水公开示爱 你虽然没有演 在戏里出演 但是你演好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个太太和妈妈 演语简单 但是却透露出最真实的爱 我三了 谢娜参加节目 在旅游出发前表示 节目给的钱太少了 她爸饿 张姐是这么做的 来 进行把卡给我 我来拿就好了 做 还需要你动吗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饿着它 这也太甜了吧 七位喜欢吃串串 李承轩实力种机 专门开了一家串串店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 做了这个副业 首先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 我老婆她想吃一些 程度的烧烤也好 串串也好 但是每次点 她都觉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当时这一家串串店 就是为了宠西 对 这一番简单的发言 可属是把周围的嘉宾 羡慕坏了 节目里嘉宾问吴奇隆 如果老婆哭了 是不是应该 往死力哄吴奇隆 是这么回答的 你们都没有弄明白那个中 重点是 怎么可能可以让他哭呢 怎么可能可以让他哭呢 脾气火爆的rapper周妍 在面对娇妻的时候 会秒变小来狗 现在要去音乐 对 Q吧 说完 秒变脸 走吧都哥 去医院 不得不说 能把自己喜欢的人瞅上天 也是一种超级幸福的事吧